沙田水泉澳邨清泉樓一個單位 星期五上午發生奪命火警 43歲女護主被發現服侍在客廳 現場消息說死者和兒子前一晚一起打邊爐 去到第二天上午九點死者同居男朋友出門的時候 家裡並沒有異樣不排除在煙頭燒著人造皮梳化導致火警 大量濃煙充斥客廳門窗懷疑也被關上 令女護主未能及時逃生 而在睡房中的蟲鼠狗就安全獲救 確實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我們就盡了 那我就盡了 我先走了 喝話 來 快 喝話 喝嘴 喝喝 喝 喝